- 全面性的大賺 - 大家好我是尚上頭顧為名譽 那今天台股大戰指數 就是量價奇洋大展258點 那相對我想在近期 各位說你有趁這個波段押回 這個超跌盤押回 去做讓勇敢買進的投資朋友們 是不是又是形成一個叫做 敢買敢賺 全面性的一個大賺 那畢竟我想針對今天指數 今天量價奇洋 今天收盤又大漲一個258點 比如說指數在今天一樣持續性 創下這個波段反彈以來的一個新高 那畢竟就是說再從8月1號以來 就是當時在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受到這個佩洛西 這個盜訪台灣 兩岸緊張情勢拉升的一個結果 比如說在上禮拜也形成一個 在前波創高之後的一個壓迴 那這一趟壓迴 如果說各位 因為畢竟我們從當時 我們很清楚告訴各位 先蹲後跳 那既然是先蹲後跳 當然你要趁他在做蹲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去做到一趟叫做折優的布局 勇敢去做買進 那相對我想就是說 比如說在那一點指數來到14545點 到目前為止 又是一趟600多點一趟的一個行情 那如果說各位 你在當時把你的股票砍光光 甚至你去做到這樣反向卷空的 我們所有的投資朋友 當然的話你到現階段一趟 又趟了這個 達到這個600多點之多 那畢竟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有針對就是說 包括就是說最影響這個指數 包括這個最具有這個指標性的 這個權重性個股 包括像這個2330台積電 甚至包括像2303這個聯電 我們在昨天就很清楚告訴各位 就是說 你要趁這個台積電聯電 做壓回 尤其說 這些個股 他們都是一個很標準 叫做強多個股的一個回測 那到昨天 剛剛好回測到這個 這上彎的這個 月經線 紅色這一條 月經線 昨天這個收盤 剛剛好是收在這個月線的位置點 一點不差 一點不差 等於是說 回測上彎月線 你敢買進的投資朋友 我想今天 這台積電一漲漲了14塊錢 獲利又跟各位行程相關 台積電是如此 甚至包括像這個2303 像聯電一樣 前波有創高之後 這一趟連續三天這個壓回 壓回一樣回測到 這上彎月經線 守住 那守住當然的話 我們在昨天這個節目 就特別跟各位做強調 你要去把握 強多個股的一個回測的一個買點 那所以說我想 我們在最近這個波段 畢竟就是說 台股指數開始走彈以來 開始反彈以來 我們也不斷透過就是說 你如何要去做這樣折優布局 那這個折優布局當然的話 我們也全面性給各位去歸納 歸納就是說 我們在股市操作你的一個懸股務必 你要去做到一趟怎麼樣 面面俱到 除了就是說基本面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機油沒有去做改變 技術面尤其我們強調技術面 技術面就是說你要去買 就買這種叫真正強勢的這種多頭個股 買進強多個股 我想後續各位 你通常看到的一個結論 不是在做一個叫長紅漲停 就是在做一個叫履創新高 那既然履創新高 只要你買進了所有投資朋友們 趁他在做個創高這個過程當中 你的獲利就因應而生 那所以說除了就是說 像技術面要就是說 形成一個叫 是恢復為真正多頭 站上月線 月線趨勢往上 然後再配合 配合就是說 籌碼面也要形成一個叫做 法人大戶 這個主力籌碼已經開始翻多 籌碼面已經開始翻多 甚至配合 這個買點訊號的產生 那只要同時符合這些條件 我想這些個股 其實到目前為止真的這種個股形態 符合這個形態的個股非常之多 那重點是說 只要是金子 金子就會發光 那重點還是要請各位 你要去彎腰去減黃金 我想這個獲利 才會跟各位去形成比較直接的相關 那畢竟我想在進行 我們帶給各位相關操作這些個股 我們不妨稍微review一下 快速review一下 不管是說 像從7月初以來 我們去做兩趟的這個像3558的 這個像神准 神准 我想這兩個我們兩趟式的一個操作 價差都已經超過70幾塊錢 就是說你用一張來回跟我們操作兩趟 你的獲利買個一張 就已經賺7萬多塊錢 買個10張70幾萬 我想這個股價都在做一個叫不斷不斷的創高 那畢竟我想在這連續這三天 今天有做太高走低壓回 我們也跟各位連續講了三天 就這三天 山柱鄉 我想山柱鄉 在一般民間來講 這個是絕對不是好事情 因為什麼叫山柱鄉 就是說這個高檔 上隱線都非常非常長 攻上去就被打下來 攻上去就被打下來 連續三天 形成這個很長很長的山柱鄉 那這山柱鄉形態代表就是說 這個獲利的一個賣壓都已經出來 那當然的話 我們帶給各位相關操作的這些個股 我們目的無它就是怎麼樣 根據訊號我們去執行低買高賣低買高賣的一個策略 我想就是要有買有賣 絕絕對對不是 買進去之後你就抱著不動 你抱著不動 抱上去又抱下來 一切很無差的工 一切都是枉然 一樣這一個股都是在做一個創高 你敢買你就敢賺 問題說會買一樣要會賣 825像這個 騰程 我想這個我們在禮拜買進之後 雖然我們在禮拜二隔天就賣掉 隔天就賣掉 兩天大概價差二十幾塊錢 重點是我想這個你少賺總比沒有賺好 畢竟我想這個就是說 這個當時我們賣 我們也都有跟各位解釋 為什麼要賣 畢竟就是說以這個波段 它已經形成了一下慣性改變 慣性改變之後 當然的話我們也不建議各位去做追高 這個押回來你都可以去做買進 這一趟沒有跟上沒有關係 我想短短兩天也賺了二十幾塊錢 少賺總比沒有賺好 實際性你反而騰出更大的一個空間 現金部位的一個空間 我想後續好的標股一拖拉股 一樣再請各位密切來跟上腳步 彎腰來減黃金 甚至包括像1477 我想就是說我買的這個股 趨勢方向都沒有問題 就是說重點是說這個買賣點 畢竟真的像巨洋的部分 我想這檔個股買點需要乘在141 141 今天已經來到多少 今天是掌領板所住 已經來到178塊半 那雖然我們已經賣掉 等於是說短短兩三天的時間 大概創造的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創造的獲利也有來到224塊半 一張你就賺了24500塊錢 畢竟今天他又實行工漲庭創高 等於說至少少 我們該賺的一個價差 我們先把它放到口袋裡面去 那重點我想針對選股的部分 我想我們帶給各位的這些個股 全面性 為什麼我們老話語句強調各位 買就要買中 就要真正多頭個股 多頭購 不是在做一個叫做工漲庭 就是在做一個叫履創新高 那為什麼就是說 因為月均線站上 月均線趨勢往上代表就是說 最近這一個月買的人 全部都是贏家 你站上月線的話 最近一個月買的人平均下來的話 都是贏家 那既然都是贏家等於說 短線上這個解套的一個賣壓 相對賣壓就會少很多 因為通常股票有兩種賣壓 第一種叫解套賣壓 第二種叫獲利賣壓 拉高之後 有的人就想要獲利落袋 獲利賣壓就會做湧現 那等於說 如果說至少你這個解套賣壓 一個月的平均成本之上 一個月買的人 都沒有套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當然的話 這個解套賣壓相對減輕的一個結果 放量就會形成一個叫長紅的一個公高 我想這些說 這些我們幫各位去鎖定的個股 方向趨勢 我想沒有去做改變 重點是說 還是各位 你要跟著我們去做到一趟彎腰減黃金 我想這個金子就是會發量 那等於說這樣子獲利 獲利才會跟各位 形成一個叫直接的一個相關 那我們再講回來就是說 針對這個波段這個台北大盤 今天又是做一趟創高 創高 漲到就是說 從落底漲到今天已經漲了9.2% 1200多點 相對我們也每一天跟各位做強調 最近這個波段 畢竟絕大多數的散戶投資朋友 還是參與度都不高 還是參與度都不高 為什麼不高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包括這個融券儀爾 我想融券儀爾到昨天 昨天還在做個攀高 昨天已經來到63.1萬張 等於說這個波段從落底到目前為止 增加了十一萬五千多張 將會加多少 從最低的空的人 已經加了1200多點 1272點 這個融券增加的弧度 22.3% 大盤漲9% 融券是看它不順眼 一路空一路空 重點我想這個都是落在比較 相對低位階 高檔你不空 你到現階段 全市場利空訊息一投落 這個當下你再做一個卷空 那當然的話 利空出盡的一個結果 就是要做談 等於說 這個空檔一投落 都還會做一個執行軋空 那融券儀爾我想 從這個當時落底 是1882億 到昨天1923億 等於說融資這個波段 也不過增加41億 那這個41億等於說融資 增加弧度是2.2% 大盤漲9%多 融資也不過增加2.2% 尤其說 在昨天我想很多聽眾朋友 很多投資朋友們 你在昨天之前都聽了 我老實說我們的話 你昨天去做買進 因為在昨天一天 一天融資都增加19億 定義是說 佔了大概這個41億 快捷一半 在昨天之前 大盤漲了9% 8% 那問題融資才增加1%而已 代表就是說 在昨天之前 全面性 散戶都還在做一個觀望 那重點是說 至少你踏出這個成功的 第一步的一個結果 今天我想 你就馬上嘗到一個 很不錯的一個美好的一個股市 大盤的部分 我想說 大盤為什麼 還會是做一個實際性盤高 我想我們每一天都跟各位做分享 就是說 這個台股是一個很嚴重的超跌盤 不管是說當時美股 這邊已經落底 在6月16號已經落底 台股是多跌了1900多點 那這一波反彈我們才彈的99%多 那各位看一下 包括像Nexter指數已經彈了21%多 相對我想我們落後大概至少160幾% 落後1.6倍以上 那甚至包括像廢城半導體 這一波已經彈了29.4% 我們才彈了8%多 8%9%等於說還差人家20% 大概這個落後大概2.5倍 那甚至跟台股同質化很高的 這個南韓指數 南韓指數到目前已經彈了10.6% 我們落後的南韓指數大概落後差不多200點指數 所以我想後續這個台股大盤 畢竟每股的部分 包括半連線都已經做到越過 剩下一條連線 像廢城半導體像這個Nexter指數 昨天還在創高 這一條是半連線 他們每股包括五日均線 十日均線 月線季線 甚至連半連線都已經站上去 剩下一條連線 那現階段台股也剛剛好站上這個月線而已 季線還在上面 等於說這個都是屬於叫嚴重落後 那嚴重落後我想後續就會加速的一個追趕 加速追趕的話後續依然會持續性在往 我想這個季線線接浪來講已經完全不是問題 完完全全不是問題 會往這個半連線的一個位置點 Range大概是落在這個季線跟半連線的一個位置點 去做一個持續性的挺進 還沒有上車一樣請各位密切跟上我們的腳步 低頭彎腰去減黃金 我想這個是提供給各位進行車內面的重點 那至於說要買進哪一些個股 畢竟我們在這個時間從8月1號以來 也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先蹲後跳 你峰迴就是要做買進 進行你敢買進的投資 我想這個獲利的果實 你都已經慢慢一檔一檔在做收割 甚至包括像我們在禮拜一盤前跟各位做分享 你要去密切觀察 我想不管是說10號之前全部公佈的這個7月份營收 跟這個去年 跟今年今年這個第二季 就是上半年的財報 我想這個相關的一些基本面好的一些工具 你要去做讓他們密切留意 那畢竟我想整體操作面一樣 我們老話一句 希望各位就是說 你可以把選股跟這個第一時間去掌握這個買賣點的一個工作 輕輕鬆鬆去交給軟體 軟體來協助各位去做精挑細選跟這個買賣點的一個決定 那畢竟針對我想在今天 今天這檔個股很特殊 6138貌打的部分 今天是亮燈鎖住漲停 那當然這檔標的一樣 我們的會員的十股 畢竟也不是說今天漲停板才來買 我想在以往前波8月5號買點訊號 產生在做120塊錢 我想這個訊號價位都輕輕足足 120塊到今天已經來到132塊錢 又是一趟12塊錢的一個價差 那像這個貌打我想 以它實際上的一個 它公佈的這個上半年的EPS 包括第一季獲利4.27 第二季又繼續成長到5.03 兩季全部都是改寫歷史新高 去年已經賺12塊9 現在股價才120 130塊錢 這是股價嚴重低估的一檔個股 連續兩季 連續兩季 第一季跟第二季 都是改寫歷史新高的一檔標題 所以我想針對買 我想我們提供給各位 這個策略面重點很簡單 全面性就是說 針對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也要請各位面面俱到的一個 做一個全面性的考量 那至於說後續 後續要去買進哪些個股 我想我們全面性都幫各位準備好 我想現階段好的標題 重點還是請各位 無論如何 你要拿出積極的行動去做買進 我想這個獲利 才會跟各位形成直接相關 那畢竟針對貌打的部分 我想在這個波段 相對我想這檔個股一樣 馬鈴心要產生在120 那今天拉高鎖住漲停 這都是一檔很標準很底部的一檔個股 那畢竟我想與它 就是說今天剛剛好站上下彎的月群線 月群線還是下彎 代表就是說 還是往下壓抑的力量 那如果說你還沒有上車的話 我想就是說以這檔個股 現階段開始扣抵這個高值 月群線趨勢還會往下 還會有這個往下壓的力量 就算明後天開高之後 也會做一個壓回 那明後天我們會先賣一趟 先賣一趟 等到它壓回 因為這個扣高的話 還是繼續下彎 那等於說後續 你這一趟沒有跟上的話 一樣請各位 下一趟 等到它扣低 扣低完這一趟 大概差不多一個禮拜時間 之後一路扣低 月群線就隨時要翻涼 隨時要翻涼 那個時間點 就是請各位務必 好好來跟上腳步 跟上腳步 這一趟沒有賺到沒關係 我想下一趟 務必一定要跟上腳步 那畢竟它基本面我想 第一季第二季都是該寫這個歷史新高 半年就賺了快一個股本的一家公司 獲利的年增率是超過87% 我想這是說基本面無餘 那這個波段修正也修正60% 我想這個股價都是嚴重低估 嚴重低估 畢竟各位你還是要配合技術面 既然它這個月線壓著 你還是要尊重它 那等於說這個波段功高之後再做拉回 下一趟一樣請各位密切跟上腳步 那我們在禮拜三 就禮拜二昨天 一樣我們在Telegram有跟各位相關分享一些個股 我想這些個股一樣都是IC設計 都算是股價嚴重低估的一些個股 那配合這些個股等於說 它也陸陸續續經過這段期間的整理之後 站上月線 月線趨勢已經開始往上 代表這些個股都很轉多 那轉多個股 配合像這個M31 這買點在8月9號前天 買點在254塊錢 買點需要一道 為什麼買點需要一道 我想就是說站上月均線 月均線趨勢已經往上 代表已經正式恢復多頭 我們要買的個股就是要買這種 真正多頭個股 買進去之後 連續三天都是紅 今天一天就漲了17塊半 一天就漲了17塊半 買點在254塊錢 一樣我們在前天 在Telegram給各位相關分享了一檔標的 我想這些個股 我們都不會莫名其妙就蹦出來 我想這個全面性 我們都是提供給各位 我們先做預告 哪一些個股你可以去做留意 那留意配合基本面技術面籌碼面 當然面面俱到的一個結果 我想這個是金色就會發光 就會發光 實際上做一個功高大漲 另外包括像我們一樣在前天 有跟各位分享 我們一樣當天工具軟體挑出來的 一檔高價轉多個股 就是唯一的一檔個股 買點在240 這大樹藥局就是做藥品連鎖通路的一家廠商 買點在240 我想到今天天天收紅天天創高 買點你200息 我想到今天已經來到282塊半 又是40幾塊 一張短短三天 你都賺了40幾塊錢 大樹 那吳老師我們在今天還特別針對一檔個股 我想這檔標題 我們在今天也帶著我們全部會員去做買進 為什麼要去做買進 買點需要產生 今天買點已經出來了 相對應我想這兩標的 今天月線在154塊錢 月線全部站上去 月線趨勢已經開始往上 代表又是恢復多頭 我們帶各位買 我想這個金子很少花光 今天中沙大概漲了6塊錢 然後起朝4% 我想這個都剛剛好起漲型態而已 還沒有跟上的話 你都可以密切跟上 六條均線 現階段已經全部都站上去 這邊又做糾結 這都是三線合一期漲的一檔個股 那相對我想以中沙 這是台積電半導體供應鏈的一家廠商 等於是說它第一季第二季獲利都已經公佈 上半年的獲利是4.92% 這個年增率也高達142% 超過1.4倍成長的一家公司 基本面沒有問題 基本面沒有任何問題 營收到7月份 都還在做一個實行營收成長的一家公司 技術面已經六條均線全部站上 我想這兩條標的一樣 全面性符合 我們就是說買 就買這種叫真正多頭個股的一個整體架構 那當然我想這兩條標的一樣 我們今天也全面性做代進 還沒有上車一樣都可以請各位密切來跟上腳步 後續就直接往這個前波的一個高點 去做一個持續性的一個田徑 那重點我們還是要互帶跟各位強調一下 會買低檔會買 我們務必就是高檔一定要會賣 就是有買有賣 那如果說各位你有這個軟體 軟體去做一個掌握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每檔輪動個股 什麼價位該做買 什麼價位該做賣 或者你可以去做續報 我想軟體都可以第一時間很明確來告訴各位 那近期我想我們就是說從這個禮拜 禮拜一開始 我們帶進了一些標的 我想這些個股一樣 包括像這個當天 軟體在8月8號禮拜一 挑出來是這兩檔 元泰跟蓬城 我想這兩檔標的到近期我們全面性買進 到目前為止全部都是獲利 包括像蓬城的部分 買點在160塊半 我想我們剛剛也跟各位分享 到目前為止 天天都在收紅 買點160塊半 連續四天 天天收紅 天天公告 那這個8069的一個 像元泰的一個部分 我想到目前為止一樣 一樣 賣點在192塊錢 今天收到197 前兩天漲之後 這兩天有做壓回 那今天大概小漲而已 相對我想這個都還在我們成本之上 今天都是形成比較量縮的壓回 那量縮壓回一樣老化一句 靜待賣訊產生 我們在執行 獲利出場的動作就OK 原泰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我想我們在近期 給各位相關操作的個股 包括我們兩方操作的像神準 神準在8月8號 它已經產生賣訊 這個是之所以我們很強調各位 現在賣訊產生之後做壓回 那壓回我想 今天拉回弧度相升 今天一拉回 拉回8塊錢 跌了大概快接近半根停板 咳嗽 那重點這個跌了半根停板 我想我們在禮拜一都已經賣掉 賣訊在237塊半 賣點在201 這一趟賺了36塊半 相對於就是要低檔會買 高檔你要會賣 那不賣我想已經連續三天 你有三天的時間可以算 就算到今天你都還不相信我們的話 今天早上一度還漲了10塊半 去10元半 到收盤到跌8塊 一天高低點的價差18塊半 就是要請各位就是一定要無論如何 就是我們的低買高賣 這個短波段這個價差操作的目的 就是要為了要獲利 為了實現這個叫價差的一個獲利 當然的話這個個股我們不跟它 細水長流 我們就是說不跟它長鄉失守 就是低檔買高檔就是要會賣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一趟價差 一趟一趟 前面這一趟是35塊錢 這一趟是36塊半 一趟一趟把它獲利 放到口袋裡面去就對了 省準的部分是如此 那另外包括像這個像生安辦 前破我們價差35塊 這一趟又一趟 那等於說我想以生安辦 這兩個股一樣 今天又是已經 越線站上 越線趨勢往上 我想這又是可以提供給各位 又是一個很不錯 可以去做鎖定切入的一個timing 又可以買了 之前我們兩趟操作大概42.2%的累積獲利 那另外不管是說像巨洋 巨洋我想到現階段 買點在141 一路公高 我們先賣一趟 今天我們是少賺 今天又撈到漲停 相對我想這一個股 至至少少 你賺了24塊半 我想這個少賺總比沒有賺好 那重點是說我想 後續這些好的標的 一樣我們會一檔一檔 準備給各位 那我要說我們在今天十一星 都有提供給各位這個 一加一加一 買一送一 我們再加一 的一個活動 就是說你可以同時擁有 為了是這個盤中 第一時間這個代進代出 這個買賣的訊息的通知 配合我們這套快打部隊 這草本軟體 會做個直接的互證 那這個詳細這個活動訊息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來一邊 做個直接下訊 做個月明天才會順利 我們見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審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第二集 九 天 段